電影剛散場 一群人在門口大聲理論 我承認我很吵 因為我真的承認很吵 因為我家裡發生事情 那你跟出來講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你不應該打我 我沒有打你 我是親拍你而已 女子看電影滑手機 後座的父親檔見狀 先生好心拍他右肩提醒 女子氣得離席 散場後還報警提告性騷擾 不好意思 請問你拍我肩膀嗎 請問你拍我肩膀嗎 不然呢 不會拍我肩膀 不然我要拍你的頭嗎 一旁被影響的民眾 紛紛跳出來抱不平 全認為女子有錯在先 而不少民眾看電影被影響 第一時間都選擇 親拍肩提醒 我會輕輕拍他肩膀 然後跟他小聲的說這樣 提醒的動作行為所以不算 請前面的人拍他 你要碰到前面也很困難吧 這邊呢 頂多就是這一塊啊 你要碰到胸其實也很困難吧 電影院明確規定 播放途中必須關閉手機 手機燈光影響觀影品質 好心提醒還被控告 讓對方好無奈 記者週天杰 吳子儀台北市報導